近一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完毕后 爱博总算迈入第一次公布行程安排 从北京飞到长沙参与了天象上的全新视频录制 或许这段时间的社会活很开心 或是总算和哥哥聚在一起很开心 发在飞机场的爱博造型设计很帅 此次发生在飞场 王一博总算一改运动长裤纹袖难能可贵的上了超短裤 一身灰黑色运动风格造型设计 加翠绿色的旅行箱 尽管仍然酷炫的牵扯朝饭而足 但也遮盖不上夏季的清爽 裤盖炸街一发生是全部眼光的聚焦点 并且王一博发生极聚焦 存有极关注度不但发生线上下 在互联网上也是如此 一切一条新闻都能够引起各大网站墙 反响 尤其是最近几天 各种各样微博热搜榜化 讨论五花八门 倘若第一次时间短热搜榜 有些新闻媒体官方微博进行的 有些是综艺节目宣策划必须的 有的的确实整体实力获得了大家认同 那么最终此次营销账号进行的俘老前辈 你里的热搜榜真的是没有必要 实际上 一直以 不论是摄像镜头里或是暗地里 王一博几乎全谦虚文明礼貌 身世暖心 晚会节目转换场地的 后会暖心扶着那姐 与小孩子互动交流的时候 积极蹲下去 与老前辈在一起时 一直谦逊不张 刻在内心深处的修养与文明礼貌 在聊寒累交 也是大老前辈以前也协作过 在演出舞台上豪 吝啬的竖起 大拇指赞扬 舞台灯光设备过暗看 清楚阶梯 搀扶原本便是最基本上的李树和文 李茂 平时好热搜榜用进挥洞都提不上 现如今 样在平时但是的事儿 却能一瞬间走上热搜榜 喂 确实有点令人惶恐不安 他一直全是那样 虚捧杀 无需热搜榜 实际上 粉丝们会出现那样 反应 也真的是被hiphop了 由于从走红后 随着这王一的故意更加明目张胆 王一博三个字也随时随 变成战火的管理中心 尤其是近期这段时间 喜 持续 又持续参与了几回大中型流行主题活动 不互联网对王一博的社会舆论 脉象展现出两极端 一是言由在耳的认同 二是得寸进尺的底 什么事情都能够扯上粉圈 能够以骂王一博玩 所有人都能够自高自大地立在社会道德的主 地上斥责 即便他们自己做无法得到他的万分 一 几回可怜被卷进是是非非 几回被故意谣传 会 几回被推卸责任 并不是粉丝的矫情 用整体力讲话用事实上的王一博都没有必须 可是没 能承受认真互换的是遮天盖地的不满意 最终 春夜到鸟潮体育馆 人民日报候选人的青年人 为着早已是流行公式计算的心态 真真正正的 体实力在那里 即便是灰黑色也不可以偷 劳魔 神的姿势始终前行 王一博就这样 全部喜爱他 人也应该是那样 因此不被煽动 不给双眼 慎重 动 一起走花路 全部的双眼全是鲜红色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